住在高平新北的五姐妹家族 前一天传出了六个人确诊 到11号已经增加到了八个人 家族在过年期间 有十个人到台中跟苗栗来旅游 在年初二当天 到无期的四国金子乌龙面用餐 脱口罩聊天吃饭 疑似就是这个动作 造成了亲友之间的互相传染 另外由于家族确诊者 在2月6号跟7号开始出现症状 时间往回推 传染期恐怕就是在过年的旅游期间 大口吃下热腾腾的拉面 享用美食 没想到当初五姐妹家族旅游 脱口罩吃面聊天 疑似这个动作感染了其他亲人 环保局人员在乌龙面门口消毒 原来住高平新北的五姐妹家族 大年初二下午来到无期的 四国金子乌龙面用餐 年节期间店内人潮众多 事后传出家族有人确诊 吓坏台中人 才隔一天家族确诊人数从六人增加到八人 多了新北大姐和高雄五妹 当中四人CT值介于14到18.4 属于高病毒量也让台中市府不敢大意 那今天早上目前到现在大概十多位民众 那我们有做好动线的区隔 家族几名确诊者 初二到初四期间 在台中苗栗完的三天 陆续在六号七号出现症状就医 推估传染期恐怕从二月三号开始 也就是过年大完的那几天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造册了五百零七人 已经请各医院加快采检 过年期间确诊者家族旅游 搞得台中苗栗民众人心惶惶 记者彭志明 许玉文 王百英 SNG小组台中苗栗采访报导 ! 感谢观看